用手动输入也是有需求 可能需求比较没那么大 大部分的话都是从外部读取资料 但是外部读取资料的话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你需要等一下你要手动先建一个 这个档案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第五个单元 第二页这边 所以请各位直接建一个eng.tst 那我是放在C碟好了 所以我是跟他讲说我要放C碟 那你们就在C碟底下 所以C碟底下 我的习惯是按右键新增一个 或者你上方应该可以 直接 这边按右键 就空白一处按右键 然后有个新增 这新增字要讲 或者你用 直接开 开也可以 就开一个 就是把这一段感到C之后 然后贴到这边记事本 我用记事本 也就在记事本里面就是这样一串的文字 然后把它存档 存档的话我是直接另存为C碟底下的eng.tst 所以这个C碟底下 然后直接打eng就好了 eng 然后负档名它是.tst 按出存 OK 这样就完成了 它有权限问题 然后再把它搬过去 它好像不能直接放 不然我就先把它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把它处存 然后再把它从这个资料夹搬出去也可以 OK 不要麻烦 因为C碟它现在变成是系统碟 所以它不允许人家直接就把资料新增到那边 所以未来如果你在存取的时候也要注意C碟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低碟 不然理论上放低碟是比较OK 打开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这些资料 但问题来了 这边的资料 它中间是用豆点分割 但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把它切开来 如果要切开来的话 在Python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Sprint 有点像是Esser里面的那个资料夹栖 它可以跟他讲说我要根据豆点帮我切开 那这个Sprint的话 意思是说它原来是一串文字 那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所以它回来的资料呢 就会是一个串列 因为切完之后一定不会只有一个资料 它会有这么多数字 几个我没有算 就这么多数字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Sprint是文字的方法 那文字的方法切出来的话也是文字 所以95前后会有双以后 所以还需要有个问题 把它转换成什么数字才能计算 那当然以前的话 我们一样是循序渐进来写 但是现在我不想要自己写 我想要请什么 恰计于帮我写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样 我这边有个对话 我就拿这个对话 我已经预先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了 所以这个往下卷动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下方 这个是刚刚的 分享好像不能分享多个 我就把问题直接丢过去 当然因为延续上一个问题 所以我底下就叙述很简单 改为输入乘期 从这个实跌器 实跌底下的这个 然后读取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的话 我还是把它贴 但其实应该后面的版本他会自己读的 OK 如果假设你怕他没办法读到正确的字 你刚才贴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很简短的一个去处 没有了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那么聪明 真的 他底下会跟我回应说 以下是将成绩从 这个C点读入计算数量 这他其实是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一直强调 他真的是蛮聪明的 没有很笨 好 那底下的话 我们就把它复制程式看一下 然后一样贴到我们的Spider 来看一下 放大一下 好 他 他这个程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读取 读取成绩 他这个地方的话 用一个open的方法 也是内建的 所以Python里面有一个方法 内建 就是直接可以开档 那开档只要给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他的路径 在哪里 不过各位没有发现 C帽号斜线斜线 有没有 那为什么要两个斜线 特别注意哦 因为一个斜线的话呢 他是保留致缘 这个致缘的话会充满 所以需要再多一个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哦 两个斜线 来代表 你不能一个斜线 一个斜线 有的时候没事啦 但有的时候会有事 OK 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 缩写方式 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 你后面还有一个资料夹 两个资料 很多资料夹 然后很多斜线 感觉很混乱的话 有一个 有一个缩写 这个不好 你们以后记一下 就是只要在这个字串前面加个小R 加个小R的话 他就知道你后面有两个斜线 只要加一个就可以了 这种写法也蛮特殊的 就类似像小F 他只是让你将来可以不需要一直加那么多的那个反斜线 OK 然后我们先用这样 那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小R的话 指的是什么模式 模式的话如果是R的话呢 那就是读取模式 那如果我加上它存档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成W 对 有没有 读就是read 写的话就write 所以写两个模式就够了 读跟写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读档就一个R 如果你要存档 比如说你将来哦 我希望把这一个结果 变成一个report 把它存在某个地方的话 那你就可以存成.tst 比如说什么eng.disg.report.tst 他就会帮你把它存档起来 有没有 比如说你做完结果 怎么会秀出来看到就没了 你要存档 存档怎么存 直接就存 只要把这个改成W就OK了 OK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然后所以呢 他把它开起来之后 所以用with 后面加一个sfile file的话就是档案物件 也就是说他就把这个档案开起来之后 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利用这个物件 这个档案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read read顾名思义 就是把这一个.tst里面所有东西都读进来了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里面的话就是那一串东西 就是什么 有没有 这个就是这些 所以如果你点read的话 他其实read all 就是把这些文字怎么样 全部读到这个data 所以读进来的话 那一定是这样的 前后有双以后 有没有 就是这一串 那问题 如果你假设要做一个计算的话 那这一串怎么计算 他的文字怎么计算 不行 所以怎么办呢 需要切开来 那切开来的话呢 他还是文字 所以切完之后还能转成数字 所以待会的需求 是这样 可是要怎么切 他跟各位讲 哇 他蛮厉害的 他把这件事一行搞定 怎么写 我竟然蛮佩服 第一个 这个data 指的就是刚刚的那一串 就这一串 文字 然后如果要切的话 他用了一个方法 叫做点sprecher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跟Excel的资料剖析 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你要在刮符加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根据什么来切 根据豆典 OK 所以这个切出来的话就是这样 一格一格 有没有 这样子 但是因为sprecher是一个文字的函数 所以他就前后加双以后 那不行啊 文字可不可以计算 那不行 所以如果文字要能够计算的话 就是要把他们每一个 通通都转成什么 转成 这个变成这样95 没有前后双以后的数字哦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老师我前面加个INT就可以 跟哥哥讲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串列是很多个INT 转型的话 你只能抓一个出来 一个一个慢慢转哦 你不能说要把他们整串全部转哦 不行 他不接受 所以哦 如果呢 你要转型以前的写法哦 我会跑回圈 然后呢 把每一个读出来之后 转型再传回去 那很麻烦啊 不过我发现他这个蛮聪明的 他用了一个方法叫MAP 这个MAP的话呢 就是整批可以过来 所以这种写法蛮特殊 可以把它记一下 然后呢 他可以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就转型的形态 INT 斗点的话呢 就是你要整个转的话 那就把这一整个放进来 有没有 他就知道说呢 帮你把这些全部都转成INT了 这个写法还蛮赞的 非常精简 OK哦 然后呢 但是问题 如果你用MAP的话 他的形态呢 就不会是串列 他会是MAP的 里面定义的 另外一种形态 你说老师 他这个形态我不会用耶 没关系 你只要强制再把它转回 串列 所以外面的话再加一个List 指的就是 我再把MAP的形态 转换成List的形态 再丢回来Score就OK了 所以这个鞋 这个当然你会发现他蛮厉害的 一行就会搞定很多事情 所以哦 这个是切割 但是都是文字 这个是转型 是把这些全部转成 这个INT 然后因为转完之后是MAP 不是List 所以这个是强制转成List 应该可以知道 所以他一行做三件事 OK应该可以看懂了 然后呢 转过来之后的话 他里面就是 我们所有的成绩了 放过来的 然后最后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执行结果看一下 结果OK OK 而且上面不用输入了 那总共几个人 里面应该10个人 所以刚刚的成绩 总分是755 75.55 这样OK了 所以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说老师 我想要知道一下Skull里面 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一个方法 把底下这一串 悬起来Ctrl-E 先不要执行 然后呢 在Skull的下方加一个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Printer把Skull里面的结果 把它Printer出来 因为你说老师 我这样不知道Skull里面 只要不要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得到的结果 怎么有 各位 这边没办法放到 可以 要多Shift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得到的结果 就是 有 有没有 数次 然后 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串列的话长这样 当然如果假设 你假设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不用Map 你如果假设把这个ListMap 这个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 切割 就是如果假设没有Map的话 那你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得到结果 有没有发现 他会是一个一个的文字 所以其实那个Map到底做什么 就是帮你把 把那个文字 快速的转换成数字的过程 所以这一招可以学起来 以后的话 如果 OK 所以这边 多一个什么 你可以Print看看 那这个方法的话 主要就是帮助各位了解一下 每个变数里面 到底放了什么资料 OK 所以这个可以 试试看 那这一段程式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把它贴上来 因为我这个ChashMe对话 好像他只能够分享 所以你们往下找 这个是之前 之前写的 所以我干脆好像 这样我再分享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就直接在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我重新 可是这边 还是说更新一下 对了 要更新一下 因为如果我分享的时候 假设我分享的时候 下面的资料还没出现 可是我后来又增加 那变成说我这边还要再多按一 重新再 等于是reset它 它才会再帮我把 后面的交谈 也再重新 所以这又学一招了 OK 所以我应该是等到我 先全部弄完 然后再一次分享 OK 这个又知道 这个ChashMe的分享功能 你们看一下 刚刚这一串 一样 这个连结 你们往下卷一下 下面的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产生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在这里 该 唯一 输入成绩 这边 就这一串